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美丽 今天跟大家聊一个未来世界海洋消失 地球全面荒漠化 人们纷纷大手笔争夺水资源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 一艘破旧的游艇隔浅在沙漠中 远处高高耸立着一座灯塔 原来这里曾经是一遍海洋 不知什么原因 现在变成了一片荒漠 无数纯只 游轮都在烈日的暴飾下破百不堪 此时一下拖着黑烟的飞机缓缓飞了过来 飞行员是一个小女孩 她拿着望远镜向远处眺望 仪表盘上贴着某种收集装置的毒纸 小女孩显然是非常疲惫的 用力地揉着眼睛 突然 灯塔发出了些亮光 小女孩连忙拿起望远镜 在池影下看到了远方的云朵 小女孩非常的兴奋 立即打开了收集装置 此时几架收集飞机对她发起了攻击 并静止向云朵飞去 原来他们是来争夺这片水资源的 他们利用飞机收集云朵 在凝结成水 虽然过程很慢 但效果却不赖 飞机收集完水 身后仍然不放弃对女孩的攻击 看来她们是想赶紧杀绝 然后独向这片水资源 女孩的驾驶飞机穿过云朵的上方 让装置里的气体散落到云朵之中 果然没过多久 云朵迅速膨胀变黑 并响起了雷声 飞机们迅速放弃进攻 调转机身向云朵飞去 很快飞机上的水桶被灌满 飞机们满意的离去 女孩见雨水不断形成 也兴奋的大叫 突然一阵猛烈的破火袭来 一架巨型飞机 击落了刚才那几架飞机 然后穿过了云层 他们想要垄断整个云团 原本即将形成降雨的云团 因为他们的到来不停散开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最后一次降雨的希望也没有了 女孩只能紧紧的跟在她后面 抽水时机 将她收集的装置击落 但她都不是小飞机的对手 怎么可能干掉这个旁人大物呢 战斗中 女孩不幸腹部中枪 飞机也即将坠毁 在坠毁的最后一刻 女孩用尽全身力气拉起了操纵杆 飞机重新回到了天空 危机关头 女孩打开了降雨装置 随着猛烈的震荡 仪表盘上的图子也飞走了 女孩驾驶着飞机 从云层的另一端 与大飞机相撞 在一声去响之后 云层迅速的扩散 覆盖了整片沙漠 如丝的细雨从天空落了下来 原本干涸的地面 一点点变得湿润了起来 远处的灯塔 一个戴帽子的小女孩走了出来 她肆意地感受着雨水带来的滋润 这时那张设计图纸飘到了灯塔上 戴帽子的小女孩看到图纸 似乎明白了什么 她抬起头望向天空 仿佛是在向噪海者致敬 毫无疑问 这是用噪海者生命换了一场雨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原来在未来的世界海洋消失之后 人类赖以生存的水资源严重匮乏 为了抵抗那些 将最后的水资源私有化的行为 勇敢的飞行员制定了 制造人工降雨计划 而最后的水资源 就是天空中的那一朵云团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